大家好,我是吳仔 近來看奧運,看得每個人都上了心 裡面充滿著很多夢想,很激動 很多都很刺激,很好看 歷史性我們有劍神 我們有游泳很厲害的女運動員 原來香港也有一個超級神奇小子 我之前說過,講蘇華偉 有些人說,你不要學一些,講蘇華偉 是兩回事,我其實覺得運動 講個精神上,就不要分那麼多 就是精神上 偶爾讓我上體育台 看到有一篇就是講蘇華偉 其實他那部戲 接下來八月頭就上了 就是媽媽的神奇小子 其實這些都好像是宣傳 他貼出這個貼文都感覺上好像是宣傳 因為放了那些劇照 其實都看到的 不過我想說,是一個非常感動 亦是令到香港人反思 因為裡面有一個對白 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我現在不是運動員 他說,我是一個速遞員 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我回去跑步的話 每個月政府是津貼我三千元 那些香港人就 真是又槍頭一致了 唉,真是 為何這麼不人道 三千元 一百元,你當人是甚麼呢? 他是為香港爭光的 他是很厲害的 他真是破世界紀錄的 這個蘇華偉 其實是 那我們先說一說 他說,香港殘奧 其實是當年 那個焦點 就是放在李麗珊的風範上 1996年 亞特蘭大奧運會 其實同年 香港殘奧運動員 蘇華偉 都在男子四成一百接力奪金 這一套 媽媽的神奇小子 就記載這一幕 拍下這個感人的故事 說他 是十五歲開始參加國際賽事 2008年 北京奧運之後退役 一共為香港 奪得 二十六面 國際賽事的獎牌 雖說殘奧 但是是世界性 全世界都參加 當中包括六次奧運冠軍 他十三歲 接觸跑步 後來是獲港隊教練 一個叫潘建磊的人 賞識 開始接受正統訓練 兩年之後 就有機會參加大賽 他說 不過當年蘇華偉 其實是叫海旋回歸 是沒有李麗珊這種英雄式的歡迎 而且獲得金牌 的獎金也差了大節 令戲中飾演蘇媽的吳君渝 就跟記者說 希望爭取雙殘運動員 和健全運動員 可以有同工同酬的待遇 而在最新的預告 也說到蘇華偉 因為要撐起家裡的收入 選擇退役 就去了做速遞 當中其實說蘇華偉 會說到劉德華 真的說到劉德華 很多人都質疑他 其實你是不是 假裝好心 就在這裡套光環 為自己 待會就跟大家說說 我找了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說回蘇華偉退役 做速遞員 留下了一句 如果我回去跑步的話 每個月政府的津貼 就是三千元 就令人聽到都心酸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 覺得很淒涼 整件事很淒涼 甚至有些人其實就是歧視的 就說殘奧就算了 就被人罵到混蛋 我覺得做運動 是自己和自己鬥的 你這樣看不起別人 不是說最快那個最厲害 是自己和自己鬥的 每一個運動員的精神 都是很值得尊重的 每個人都是拼命 做自己做到最好 所以這一方面 我們不應該去歧視任何人 所有的運動精神是一致的 精神是形而上的東西 精神是一些不是實質的東西 我們應該同樣尊重 說到蘇華為本身是天生有敬亂的 敬亂是一個什麼病呢 就是說一組或者一塊肌肉 是一個空心器官康碧的平滑肌和心肌 發生急劇而不自主的收縮 或是一個開口處類似急劇收縮 就會有疼痛感和機能障礙 但是往往是無害的 不過會持續幾分鐘才消失 其實就是會令到一個人 有過度疲勞 急性傳染病 張力障礙這些問題的出現 他也是靠著很大的精神力 才能控制到本身先天的殘缺 這些精神是值得人欣賞 其實講蘇華為一定要講到劉德華 講到劉德華 其實劉德華不少被人罵開的 在香港 講到以前這些事情 又看到很多人都其實是 他說 唉我們都不是 即是他的角色 和香港人就是不同 即是他的企委 劉德華他是一個中國人 他現在是一個香港出生的中國人 他在大陸工作 他唱中國人的歌 他是一個大中華的明星 其實他以前一直以來都很好 那當然 填海那些 大家有些不同的想法 我自己 一向都不贊成填海 我想說 不過今天就要講劉德華 和蘇華偉之間的關係 劉德華為何會支持殘奧呢 而他做了些什麼呢 他是 即是你看到照片 你已經知道是很感動的 其實真的不少事情 在1992年 7月 西班牙巴塞羅娜的奧運會 劉德華幫香港無線 就去巴塞羅娜 錄製了一個奧運會的馬拉松特別節目 那麼他在西班牙無意中就知道 原來奧運會結束後一個月左右 還有一個殘奧會的 他說都是拿金牌 都是為國家爭光 大家關心奧運會 為什麼沒有人關心殘奧會呢 他出於好奇 他決定關心一下殘奧會 期間他回香港拍了一部電影 騰出了時間專門看殘奧比賽 關心就遭到了當時香港殘奧會負責人的質疑 他認為劉德華是否要借殘奧會 塑造自己的個人形象呢 連殘奧會都質疑劉德華 那為了撇清這個關係 劉德華是自己銀行包買機票去西班牙 他看到男子4x100的接力賽 當時就膠棒失誤 香港隊輸了 回到香港 劉德華就給他們每個人一面奧運金牌 他親身給他們 在1996年起劉德華每年拿10萬元左右 資助香港的殘疾運動員 每次殘奧隊回來香港 他還會送多每人一塊自己訂造的奧運金牌 那塊金牌呢 就薄些 為什麼呢 就是真金的 那個金牌是真金的 他想令每個人都覺得自己都是第一名 是這樣的 劉德華呢 1996年第一次雙殘奧運會 籌款會上知道 就是蘇華偉這個人 他說此時劉德華已經跟殘疾人士的運動員很熟 我記得當時他也有去演戲 扮演過一個劍擊運動員 當時是有的 他說大家為這個籌款拍宣傳照的時候 高高瘦瘦的蘇華偉就在這裡走來走去 嘴裡經常說來說去 他說這個運動員不應該來這裡做什麼 原來蘇華偉天生是敬聯和約定的 他出生在一個不富裕的香港人的家 他爸爸做游七公 他媽媽從他出生的時候辭職 全職就照顧他 他弟弟就小他八歲 一家四口就逼在這個 九龍愛民村一個小房裡面 整間房加上廚房加上陽台 就是35平方米 這樣說的 35平方米應該就是八多尺 由於競聯 蘇華偉睡覺的時候 對腳是不自覺的 會飛起來打到家人 因為他的神經是控制不到 蘇華偉童年的時候 就在家裡度過了這個日子 他怕吵 就說家裡的電視基本上是不開的 就說小時候就是很能跑 在媽媽眼中他不是天才 反而是路都走不穩 經常跌倒的人 就說蘇華偉讀的是特殊學校 1994年參加學校運動會 跑完100米之後 一個教練走過去問他願不願意參加訓練 兩年來 蘇華偉每週就訓練三次 三天 物理治療三天 就訓練三天 1996年阿特蘭大殘奧會 原來就沒有蘇華偉 就來比賽的時候 一個選手突然出事就沒辦法參加 蘇華偉是頂上的 玩一下而已 當時蘇華偉十五歲 不知道奧運和金牌是什麼 只知道跑第一 結果香港第一次獲得殘奧會 四乘一百的金牌 劉德華和蘇華偉就熟了 在剛才說的那個 medal 拍照也熟了 2000年的悉尼奧運殘奧會 劉德華作為香港殘奧代表 就帶領選手參加蘇華偉的比賽項目 是100、200和400米的跑步 他第一次參加400米比賽 目標就是破世界紀錄 劉德華坐在看台上面 拿著當時沒有手機錄 他拿著攝錄機 幫蘇華偉拍了整個400米的過程 他開始在決賽裡面是最慢的一目 最慢的一個 到後面200米 他真的是一個超過別人 然後拿著冠軍 劉德華一直保留著這段陸像 在色尼殘奧會比賽的幾天 劉德華和蘇華偉一直在一起 他說大家已經很開心 劉德華一直跟他說 有什麼困難就找他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困難 這個是蘇華偉這樣說 劉德華當時 就說等他兒子 蘇華偉畢業之後 去他做事 蘇華偉的媽媽覺得他只是客氣 從色尼回到香港之後 客氣的劉德華還送了一部電腦給蘇華偉 還幫他給網費 直到現在 現在 奧運會 前面加雙殘兩個字 價值不是折了一半 他說同樣是奧運冠軍 李麗珊拿一個金牌 當時得到100萬 康體發展局50萬 恆山銀行50萬 霍英東30萬 再加1公斤黃金 當年李麗珊 蘇華偉2000年的時候 拿了三金兩銅 打破兩項世界紀錄 各項獎金加起來 不過20萬 奧運會四年一次 但現實生活不是四年一次 香港沒有殘疾運動員這個職業 運動員沒有固定工資可以領取 香港雙殘人士體育協會 是對口這些殘疾人 運動員的機構 他們根據運動員的成績 每年發給運動員一些補貼 拿到奧運金牌的補貼 就會比較多 拿不到牌的補貼就比較少 蘇華偉在這個雙殘奧運的獎學金 算是補貼裏面比較高 他說每年有五萬元 每年才得五萬元 真是 去到2002年 蘇華偉的爸爸做事的時候 就不慎 跌斷了一隻腳 由於是私人工作 醫療費是自己負擔 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就沒有了 這個時候 上一屆的奧運熱潮已經過去 蘇華偉夾在中間 他想參加下一屆奧運 平常訓練就必須堅持 堅持訓練就沒辦法做事了 去到2004年 亞典奧運會 蘇華偉就去到人生的最低點 他說亞典奧運會 就改了規例 必須使用起跑機 因此他輸了100米和400米 只贏200米 這一年他剛好畢業 他每年五萬元的獎學金 都沒有了 蘇華偉就沒有辦法 不面對他生存的壓力 由於他的名氣 幾間的慈善機構都願意請他做文員 但必須按時上班下班 蘇家一度決定 整個家人一度 整個開會 全家的支柱 不跑了 不跑了 劉德華 去到蘇華偉畢業之後 問他 你願不願意來自己公司做上班 蘇華偉就很開心地同意了 蘇華偉當做了劉德華歌迷會的會員 負責 把相片上傳到電腦裡 蘇華偉成為了劉德華公司裡最大牌的員工 到時候歌迷會活動太瘋狂 蘇華偉的耳朵受不住 其他同事會放下工作 先帶他到這個安靜的地方 劉德華上班 撞到蘇華偉 會教他變魔術 從一搭啤牌裡面 選四隻煙屎出來 他說最關鍵的是 他可以隨時 不做事 去訓練 工資 一毫子都不少 這個消息就是在2007年 現在是怎樣呢 我們真的要看一看這一套 媽媽的神奇小子 其實我覺得一定是一套很感動的戲 但我覺得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劉德華在他生命中那麼重要 他會不會在這套電影出現呢 因為我看Trader 好像沒有劉德華 千萬不要找人扮劉德華 不要啊 真的不要扮 吳君如跟劉德華這麼熟 真的來一來扮自己 可以嗎 我想到時候觀眾會有一個驚喜 其實說到最後我想告訴你 運動員 誰都是辛苦的 誰都是努力的 贏也好輸也好 他們都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 我們不應該歧視任何人 同工同酬 我不知道可不可行 但是當然 你說涉及一些 叫做 品牌的贊助 始終 你說殘疾的人一定是少過普通人 這個贊助可能會少些 我想 在世界上有這麼多慈善家 他們聽到這些消息的話 他們知道這些事 對他們來說很少錢而已 一百幾十萬 很少錢而已 可以的話就幫一下 這些家庭 當然要了解他們的背景 你說如果是 嘩 何思培 說家裡的爺爺已經是總理 然後又說家裡有泳池 就叫他贊助其他運動員 還可以 但是有些人是 黑苦內道 家裡是真的 沒辦法 原生家庭是比較 貧困一些的 我覺得有能力的 就幫助其他人 就是這個社會責任 看到劉德華 其實他是 有做到這一方面的 當然 他的立場跟我們香港人 大部分香港人 是有些不同 但是其實 什麼人都有好人 有壞人 所以 都是純粹看到這篇文 大家 原來政府有多壞 只有三千元之助一個月 都敢死 對 哪裏夠死 都是人 都要吃飯 都要養家 所以 其實我們香港 你說的運動員 這麼好的成績 是不是應該 多些撥款 我們香港贏 你政府都威嚇 中國都威嚇 多些撥款 不要搞這麼多 那些政治迫害 直接不要搞 不是搞這麼多 直接不要搞政治迫害 運動應該就是 是一個非常值得人尊敬的精神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Like、Subscribe、Pay Me、Long、Long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一些 可以令世界好一點的訊息 拜拜